稍后也来看一看今天的二位嘉宾对于接下来的市场如何演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日股市由老凤翔特别呈现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老凤翔冠名播出的 今日股市 我是李婷在上海 我和各位 今天的市场我们看到指数层面 还是一个震荡的格局 但是前面是连续四个交易日在3050之上 今天的收盘是跌破了3050这样的一个位置 指数其实还是一个小幅震荡的格局 但是个股层面则是截然不同 其实从前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提到过当下的市场 其实开始进行一些变化 尤其在热点上的变化 只是还没有非常明确地看到 这个新的热点是什么 因为市场当中总会有一些轮动 但是高位的品种比如说像笼子的 笼子的或者说带凤子的或者说是像汽车的 还有像减肥药的以及就是前期涨幅过大的一些品种 都开始调整了 那么今天呢还是在进一步的宣泄各股方面的风险 是不是在下周的市场在各股这个方面的风险释放完了之后 市场能够重新找到一个做多的方向呢 我们来看一下指数层面今天的表现情况 上阵指数今天的收盘是在3038点 微幅下跌0.47% 成交量方面又是缩量的3469亿 昨天是3886亿 前面的四个交易日都在3050之上收盘 那么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收在了3030上方 其实也还可以啊 就个股杀伤力这么大 对吧指数就是一个震荡的格局 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几个指数 科创50指数微幅下跌0.45% 早盘的一些存储类的标的 尤其是芯片类的品种冲高 但是整个这个科创版也没有办法被带动起来 因为呢这个中芯构计 由于这个季报相对来说呢 还是没有特别的超预期 所以跌幅在4.58%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版这边 0.65%的跌幅 也是一个缩量震荡的格局 但是重心略有下移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振2000指数的表现情况 国振2000今天是0.24%的跌幅 虽然在沙个股 但是呢也算是勉强的探底回升了 那这个位置上呢很多前期的高标都开始下跌了 从大跌的甚至到跌停的跌停的加速也并没有减少 所以是不是大家还要再谨慎一点 还是说其实已经差不多算连续杀高标 杀情绪有将近三个交易日了 下周的市场是否也会很快的出拐点 咱们来听听二位嘉宾如何研判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 分别是陈文和吴海荣 欢迎二位 接着咱们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整体收盘数据的统计情况 首先来了解一下指数层面 指数层面依然是一个震荡的格局 跌幅也都不大 但是呢整体的重心开始有所下移 再来看一下成交量 今天的成交量只有8299亿 非常明显就是我觉得大家是找不到 做多的合力的方向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的活跃度 涨停加速40加 基本上更多的标的吧 能涨停的都是在低位的 跌停加速17加 相较于昨天是有所减少的 赚钱效应方面还是比较分化 43的赚钱效应和昨天也基本差不多 下跌的加速是2880加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微信平台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近期的主线退潮 那么短期是否需要再适当的减仓 A 是的 B 不是 欢迎大家到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 去参与互动 参与投票 稍后咱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 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好 接着咱们来听听 二位嘉宾如何研判 其实先来听听陈老师吧 因为今天的市场 我们看指数层面 其实本周一直都是一个震荡的格局 但是个股层面的杀伤力非常大 而且也差不多连续有三个交易日了 所以算不算杀完了 下周的市场是不是就能有起色了 还是有进一步要释放的风险 好的 就跟我们目前的市场的 这种特点分化一样 确实就是指数方面 可以讲是进入一个弱势横盘吧 事实上本周我觉得表现的是非常的鲜明 周初一个大中央线 一个跳空 确立了本周的一个相对的一个高点之后 事实上就在3100点的下方 包括近期在围绕3050位置 反复的一个弱势整理的一个格局 我觉得一方面是从技术上来讲 这个位置确实上方有比较大的压力 大家都知道 这一次调整下来 就是从3100点 以连续跳空快跌的方式 刷到了2923点 之后当然也有一定的这种反弹 反弹到目前为止 那么高点也就在3100点的下方 那么我们也知道3100点附近这个位置 包括上方 是出台了若干的力豪 若干强烈的预期之后横盘 然后进入一个快速杀跌的一个过程 那么现在当然我们都可以说 是一个修复的过程 或者是修复的一个阶段 但是我们前面观点也讲过 这个位置并不是一个微型反弹 也不是一个强烈放量之后的 确立底部的反弹 它只不过是一个修复 是一个超跌 快跌之后的一个修复 所以我们讲反弹的力度 反弹的效果 恐怕没有我们预期的 来得那么好 那么强烈 这是从指数层面来说 然后我们就讲到 像本周的一个特点 指数横盘 但是个股呢 可以讲从周中开始 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堕空转换 以最近我们讲连续做多的一些 这个做多的阵营吧 包括这些题材 包括科技 消费电子 不管是我们讲的 还有这个 汽车就是赛里斯 汽车 对吧 还有这个所谓的短距 真能影秀 短距 等等 那么在这个周中都出现了一个 比较明显的多空转换之后的 连续杀电 以周三的天龙股份 所谓的龙字背 这个到了十一板这个位置 难以为继 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一个天地板 我们讲这样的话呢 一个标志性的大阴线 结束了近期 持续的这些热潮的这些题材 那么可以这样讲 在近期的行情当中呢 其实指数的表现 和做多方向 做多阵营的这种 我们讲的相对错位的表现 其实来的是非常的极致的 也就是说指数在这个阶段 创了新低 但是以各种的科技 各种的细分 各种的题材 表现出来的这些 各股的拉伸的幅度 空间 放出的量能 积累的获利盘 都是非常的一个充分的 所以一旦出现了高位的筹码冲动 或者是一些标志性的 做多的 一些风向标的一些品种 一旦出现了杀跌 出现了跌停 那么就会引发这种连锁反应 所以我们看到 从周三到昨天到今天 连续三十五三天 可以讲高标 市场就是在杀高标 那杀了三天了 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我个人认为没有 还没有 没有结束 为什么没有结束 就是我想讲到的观点 就是这一轮做多周期 或者是说 部分的科技股 科技主题方向的 这种做多的过程 已经到了一个相对的比较高的位置 或者是表现得非常充分之后 这些品种在高位出来 它不会轻易的马上就来回补 因为积累的获利盘太多了 所以周期又相对比较长 最关键的就是这些品种都在近期 出现一个加速的拉伸 所以积累的获利盘这么多的情况下 想到这些获利资金马上相对低位回补 恐怕他们还不愿意这个时候马上回来 还有一个尘埃落定 持续消化 等待做空的动力 释放的比较充分之后 恐怕才会逐步的进场 所以我们一直在 包括我们在我们的课程当中 其实也提醒到这一类的市场的变化 所以目前的位置 我觉得从做空这个方向上来讲 他们还是在不断地在一个释放的过程 我也观察了一下 昨天19家跌停板 那么应该是近期比较多的一天了 那今天呢 今天16家跌停板 那么你看也没有明显的减少 说明什么呢 沙跌动力还是不够的 还有很多其实并没有打到跌停板 但是都是大中阴线的一个沙跌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呢 恐怕还会有一个修复尘埃落定 然后呢 在一定的量能萎缩的情况下 是不是等待新的周期主线的出现 因为这个位置我们讲 它是落干个主线同时进入一个调整 所以它的时间周期呢 恐怕不会我们想象的几个交易的 就简单结束 恐怕它有一个过程 等待这个过程比较稳定之后 看看有没有新的做多方向出来 就听下来感觉陈老师觉得 这是一个做多周期的 怎么讲一个比较大周期的一个结束 是吧 就是但是大家又会觉得说做多的窗口 就是您刚刚说到了这个周期 其实它针对的更多的是前期活跃的那些主线 甚至是连板票 高位票 但是大家普遍又觉得说 这个市场的做多的窗口还在 比如说从2923以来的反弹的这个周期 应该还在 所以这就会是不是有一些矛盾 就那边在跌 难道就没有新的低位的方向 可以承接起来吗 因为整个市场的反弹周期可能还在 你怎么看这种冲突 其实有是有的 当然我们是从这个多空双方的力量 对比上来讲 就显得相对的呢 就是比例不是很成比例 以目前的行情为例 哪怕在今天我们也看到科技方向 还是有做多方向的芯片半导体 其实相对来讲 有些品种还在创新高 但是它还是相对小众化的 从一些相对的一些品种上来讲 有些表现比较充分的品种 最近确实是还会有一些 释放风险的一个过程 芯片半导体一方面是近期 有一些相应的消息背景的推动 使得它们确实有一些持续的一些表现 另外一方面呢 在前期的科技各个细分当中 芯片半导体也是表现相对不充分的 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 你也可以把最近的芯片半导体 当作是前期科技的一个 补涨的品种来看待 当然了它背后的一些逻辑 我们就得看它题材的高度 恐怕也来观察它后面的高度 明白 就感觉好像第一 高标品种可能太小众 第二它是不是一个科技内部的一个补涨 所以补涨就意味着空间可能有限 对吧 所以要观察一下 我们来听听吴海荣工 我们来梳理一下 因为刚才说到的这几个现象 就是前期的高标 前期的主线都在推潮 但是呢 大家又觉得说 普遍这个反弹市场的反弹周期 应该还在 指数感觉又跌不下去 那下周是不是就能有起色 你怎么判断 对 现在指数实际上 本周应该说 如果说从单纯从指数上来讲的话 实际上是一个相对震荡横盘的一周 就上阵指数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收盘是3038 上周五收盘是3030 基本上就横了一周 然后小板指数的话呢 基本上周一涨了以后的话 有回落 但是回调的不深 所以今天如果单纯从指数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种调整 属于非常正常的一种调整 是吧 底部起来了一段反弹以后的一个回档 但是现在关键是什么 现在关键是市场的高标也好 或者说热点题材的退潮 特别特别的快 这个退潮实际上 我们看前段时间的情绪非常高 但是从周三开始 实际上是第一天的退潮 刚才陈老师也提到了 就前期的高标 天龙股份 这个天地板 我觉得光一个天地板 还就是实际上你去看 周三是开始退潮的 但是从整个周三 就除了天龙是天地板 但其他有一些 当天还是有修复的 那实际上问 就是昨天是一个退潮 比较集中的一天 就是从他天龙股份的天地板以后 到第二天 昨天直接一字跌停 就从天地板以后 再直接一字跌停 那后面对于短线的情绪 就压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所以你看从昨天的这个光红科技的大跌 今天的赛利斯的大跌 然后带动了短距的那些龙头 而大跌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前一段时间的一些高标股的热点龙头 全都出现了一轮快速的下跌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情绪退潮 其实就是油资参与为主的标的 或者热点来讲的话 有的时候它的退潮就是非常的快 这个我觉得也是符合了它的一贯的这种特征 但是我觉得从指数的反弹节奏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应该没有完 这个实际上我们上一次实际上也提到过这个观点 就是我们这一次市场指数 见这个不管是大跌还是阶段性底部 出来的反弹跟以往就是之前的底部完全不一样 就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筹码结构的不同 然后大家参与的主体不同 以及在低位的时候筹码出的不轻 就低位交换就是割肉盘比较少 大家很多都是熬过来的 所以它的筹码出的不轻 所以相对来讲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指数反弹的相当的不流畅 就以往在市场底部的时候 你看真正建大地以后 割肉盘割出来抄底盘进来 然后筹码交换 然后这个反弹是非常流畅的 中间出现什么中间基本上都是 比方说你反弹了指数凌厉的反弹了一段以后 然后在一个月中间会出现一到两次指数的阴线实体比较大 比方说指数2%左右的跌幅 你去看去年的4月份见底以后 去年的10月份见底以后都是这种类型 你就见底以后的反弹很流畅很凌厉 但是情绪高了以后突然在每一天一个月一到两次 指数在2%左右的大阴线 然后情绪降温 但我们现在这一次不同 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次我们刚才提到市场参与的主体不同 我们看最近也是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看外资流出权重股就跌 然后外资流入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对于机构 机构实际上现在因为传闻很重不便套牢 然后油脂现在这一段很明显就是 这几天应该是油脂在减仓 很明显的是在减仓在降温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就是市场的情绪低 或者说是降温 它更多降的是就是个股或板块 指数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不会特别明显 因为现在你看这一轮从2923点起来 到今天的3038实际上一共只反弹了100多点 如果从绝对的反弹幅度上来讲的话 根本不大包括时间也不长 所以我觉得现在降温的应该更多的是热点的 或者说高标热点的这种情绪 而这种热点这种情绪的退潮 我觉得一开始几天是最猛的 那么过了最近最猛的那段以后 可能我觉得下周会逐渐逐渐的缓下来 缓下来以后会到逐渐逐渐的修复 我觉得这里有几个指标 第一个就我们刚才提到了 就是市场我们这次情绪的降温 主要是高位的特别情绪高的那些标的天地板开始 那么如果到后面 比方说下周大家可以逐渐可以看到情绪开始逐渐 比方说原来连续大跌的股票 到第二就是开盘仍然大跌甚至跌停 然后资金有开始开始抄底了 就是比方说有就是我们可能说的绝对一点地天 原来是天地地天 那么可能比方说大跌以后 逐渐有越来越多多的个股开始有抄底 然后就下影线非常长的都已经开始出来 那么代表情绪逐渐逐渐的开始升温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下周应该观察的一个焦点 但我觉得说整体全部退潮 我觉得可能还就是 我觉得这里应该会有反复 我就这样去总结吧 就吴海融的意思 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就现在所杀的方向 或者说现在退潮的方向 或者说现在有风险的方向 其实就是前期涨幅巨大的一些高标的品种 对吧 对于你很多手上你拿着的股票 就是指数是所有股票的一个综合的体现 就是如果你手上拿着的是非这些品种 近期的涨幅又不大 只是跟随指数反弹的一批品种 其实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或杀伤力的 是不是这样去理解 相对影响我觉得要小很多 就没有那么多获利盘 对吧 所以现在杀的应该是有获利盘的这部分 就是你手上的股票 大家可能担心的就是 哎呀又开始杀高标了 指数又在3050上不去了 会不会再来一次 这个破3000点 或者什么你手上的票也会跌 就这种概率应该是比较小的 为什么 因为北向资金还是流出的 我们来看一下 北向资金其实一直我们说 就是大家现在对它 也就是把它当成一个 就是来交易的资金去对待 所以它涨涨买买跌跌卖卖 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那今天北向资金是流出了48.64亿 也算是连续4天流出了 那么互股通方面流出了33.15亿 深谷通方面流出了15.49亿 我看了看 这个深谷通和互股通 你说买入额最大的 其实今天都不大 只有江淮汽车3.83亿 赛利斯1.26亿 净买入比较多的 但是这俩今天都是跌的 然后深谷通方面呢 买入最多的也就是宁德时代 8900万 卖出最多的是比亚迪 三个亿 戈尔股份今天是涨的 但是呢 北向资金是卖了2.87亿 所以大家可能就把它当成一个 就来交易的资金来看 而且它今天卖出了那么多 对吧 指数就是横着的 那我们就来说下周的市场 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样 新的转机和变化 这个突破口在那 能够看的方向是什么 之前我们一直说的是 科创50指数 对吧 科创50指数 相对代表的是科技的这个方向 0.45%的跌幅 但是最近呢 大家提的比较多的 开始有一个指数 是科创100指数 科创100指数 今天有0.32%的涨幅 就是它里面股票的市值 比科创50里面的这个成分的 权重股的市值 要稍微小一点 但也是排在前100的 所以是不是 这已经是给了我们一个信号 陈老师怎么看 是不是大家要往科技 或科创50 科创100这个方向去看呢 首先其实对科技股 在今后行进当中的作用 我其实看法没有大的改变 就是说 虽然行进现在很弱 虽然最近的高标股 包括一些科技 一些我们家 这个偏科技类的品种 就是都出现了一些调整 特别涨得多的 谁调整的 谁涨得多 调整的就更剧烈 这个过程 释放风险的过程 我觉得还在延续 但是如果说科技本身 它在今后航行当中的地位作用 我觉得没有大的改变 就以今天或者是这几天的 航行的观察 我觉得其实也比较尴尬的 怎么叫尴尬 怎么说 就是这边涨得多的调整了 对 那么好像我们讲 是不是应该有翘翘板了 对吧 你这个涨得多的调整了 那么我们那些没涨的 该轮动我们涨涨 其实没有 就是你这边 人家是在调整 但是你原来超跌的 相对底部的 其实反弹寥寥 就是即使反弹 也是随波逐流似的 走不出这种 主心股式的 就是自主性的上涨 我觉得这是相对比较尴尬的 也就是说 行情并没有出现 我们所期待的 所谓的翘翘板的效应 也就是说 等它一定时间消化之后 恐怕前面这些涨过的 经过了调整 经过了回挡之后 还会有一定的轮动反弹 或者是超跌反弹 恐怕轮到其他的 目前的 包括我们讲的周期性也好 传统行业也好 恐怕在后面的行情当中 恐怕表现未必是 由我们期待的那么好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 反正还是结构性的行情 对 就是更多的票 虽然我们刚刚说 可能你下跌的空间也有限 但是同时也意味着 你上涨的空间也有限 是吧 就是有限的资金 它其实也就是 关注到了那些 局部的机会 即使那些品种现在在跌 是吧 您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科创呢 我们听听吴海荣的观点 就科创更多的 大家可能普遍 认为是代表半导体 这个方向 那科创100的强势 我们可以理解为 就是其实是在酝酿着 比如半导体的领长吗 我们首先普及一下 这个概念嘛 就是科创版现在 总体大概500多家 上市公司嘛 然后按照它的一个 市值的排名 就多少来排名的话 排名前50的 就是我们构成了科创50 然后从51开始 到150的那个100家 就是科创100的构成 但是我们去看这个构成的比例来看 就科创50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构成是半导体 半导体占据了科创50 大概50%的市值 然后新能源就光伏 这个新能源等等 新能源车占据大概是15%到20 就这两个占据了70% 然后计算机占10% 一要占5%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科创50实际上真正受影响的就是半导体 就半导体涨 科创50就涨 半导体如果弱 科创50就相对比较弱一点 那么科创100来讲的话呢 实际上大家如果去看它的构成 因为它是从51加 市值51到150的 你去看它的构成 科创100中间实际上占比最大的 不是半导体 是什么 是一要 科创100中间占比最大的是一要 占据30%的比例 然后半导体占20% 新能源占20% 也就是说这三个占据了 科创100%70%的这样一个比例 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一段时间 科创100要比科创50要走得强一点 因为科创50中间实际上 有一部分的半导体最近 就半导体最近分化得特别厉害 就相反的半导体中间小的那些 反而有一些走得比较强 因为很多都是现在避开机构 现在反而就是没有机构 但是又有新题材的那些走得比较强 但是原来的核心的那些机构重倉股 反而走得不强 所以同样是科创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科创50中间 最近反而科创100比科创50走得强 因为它中间实际上更多是 30%占比的医药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医药是走得相对比较强一点 所以我觉得对于科创版来讲的话 以前大家都讲到科创50 好像似乎对于科创版具有代表意义 那个时候主要是因为科创100还没有出来 只有科创50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 你要对于未来科创版看好的话 就科创100的配置 我觉得更均匀 30%的医药 20%的新能源 20%的半导体 我觉得应该更均匀一点 好 其实它的结构还是和科创50不同的 对 所以不能说科创100强 就意味着半导体会强 对 实际上观点就是 如果说你看好后市半导体走强的 那你可以买科创50 如果说你看好更均匀的 就是你的半导体跟医药均衡上涨的 我觉得是科创100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的情况 看看今天涨幅居前的方向 其实今天是比较怎么讲 就是和前期的上涨的品种完全不同 燃气 对吧 然后还有偏军工的方向 再就是煤炭 还有医药商业 所以你看完全不是我们之前看到的汽车 然后什么传媒 游戏 甚至是算力 就都是有分化的 所以稍后回来听听二位来说说 操作上的机会 就这些今天涨的 是不是它也只是个偏防御性的 它可能一日游 甚至也就是两日游 没有什么持续性 有持续性的机会 就哪些品种可能在未来会脱颖而出 一会儿回来听听二位的观点 也欢迎大家通过互动平台 来和我们实施互动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有看头加加油时刻 我们请出郑林 来听一下她对市场的看法 郑林你好 好的 谢谢主持人 欢迎大家收看 今天的有看头加加油时刻 市场再续震荡 高位股持续退潮之下 低位又有哪些方向具备关注价值呢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版 在近期市场反反复复之下 我们看到低位超跌品种 都出现了接力轮动 那今天盘中明确出现了底部气账 信号之一的板块 是医药流通板块 在经历两个多月的底部平台 构筑之后 医药流通板块在低位止跌其稳 今天突破了箱体震荡的上轨 并且依托于60天均线继续上攻 而此时下方的龙腾四海指标 也恰好在极强区间运行 说明短期技术性走强的概率会更大 这反而也给到我们一个明确的 可以去做多的方向指引 同时从三季度公募基金配置的角度 出发来看 他们明显在三季度是大幅加仓医药方向的 持股比例更是达到11.8% 而这背后的核心其实就在于 医药板块业绩的大面积回暖 其中增速最快的细分就是零售药店这个方向 今年一到三季度增速是达到了9.8% 目前板块指数几乎和业绩拐点 同步拐头向上 在四季度亮眼的财报数据带动之下 有希望带动医药流通板块持续回暖 而这当中净利润增速较快的公司 自然会更容易受到主力资金的关注 所以说今天我们把医药流通板块当中的一些核心受益公司 进行了第一时间的详尽梳理 您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 那么同时在医药流通这个板块当中 除了净利润增速之外的话 我们还叠加了主力资金在底部持续吸筹的方向 做了中和性的筛选 那么看一下下一张题板 在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三家精选案例 第一家公司是医药零售的龙头之一 在经历大幅超跌之后 今天放量站上30天均线 有明确的低位起涨迹象 而早在底部止跌起稳的同时 主力资金大幅抢筹超过了1.45元之多 短期有望在资金的不断推动之下 继续向上反弹 而第二家公司是医药批发龙头 有望依托于30天均线 走出两洋夹一英的底部看涨形态 而反弹也有望进一步延续 第三家公司是全国连锁药房的龙头企业 近期主营产品其实也是不断的有上涨的预期 而股价其实才刚刚站上60天均线 有望在业绩不断释放之下 走出加速反弹的一个波段 也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所以说您关于医药流通板块当中的一些 净利润增速不断提升的一些核心公司 感兴趣的话 现在不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来进行免费的领取 同时今天给到大家的第二个方向 就是半导体板块了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提板 对于半导体板块而言 我们看到其实也是有过反复活跃的过程 那么具体的 它是具备了非常明确的一个投资逻辑和脉络的板块 在经历了前期两个多月的底部横盘震荡之后 已经向上突破了大级别的收敛三角形末端 今天顺势回踩十天均线 而整体保持震荡上涨的趋势并没有发生改变 那么在趋势明确的时候 回踩其实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低吸量机 而这背后的推动力 其实就是目前存储器的现货价格 出现触底回升密不可分 就比如说2019年半导体板块走出的主升行情 其实也是在整个存储器价格 现货价格出现探底回升的时候 走出的波段是达到118% 而目前存储器价格再次出现底部拐点 半导体板块又刚好脱离底部区间 那么此时我们可以关注半导体板块的投资机会 那么当下您如果也想去关注一些科技成长方向当中的一些投资机会的 不如把握半导体板块当中明确的投资方向 那么关于半导体板块当中的核心受益公司 今天也为您进行了详尽的梳理 您也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家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做投资要有好顾问 有不懂 问九哥 九方智能投雇数字人九哥 基于九张正确领域大模型 具备大盘分析 板块挖掘 热点追踪 各股诊断 策略生成 金融百科 事件推理 情绪陪伴八大核心能力 24小时在线 急问急答 为你提供高效 专业 智能的投雇体验 上九方整股APP 投资不绝 问九哥 耕耘美丽中国 共创幸福生活 中国农业银行 老凤翔提醒您收看今日故事 好 欢迎回来 刚才咱们说到了前期的核心的主线 热点 高标 都是进入到了一个集体退潮的阶段 那如果说他们进入到集体退潮 哪些品种有望接力 对吧 有没有一些低位的板块 上面的板块 刚才程老师说了 可能这个风险还要释放一下 那有没有一些低位 就未来大家可以期待的一些可接力的方向 您有什么观察 目前来讲 确实看得不是太明显 那我们刚刚讲相对走得比较强一点的 就是芯片半导体 在本周其实走得还算是比较强 今天在做多板块里面 算还是有所保持的 但是其他的就是近期涨的幅比较大 而且持续的拉伸空间到了这个节点 确实就以这两天盘面的表现 我刚刚讲跌停板还是这么多 大阴线 中阴线还是这么多 恐怕还是一个过程 主要的原因还是今年以来 就是进入到近期这几个月 我们讲几条主线一直是处于一个相对的持续强势的过程 所以这么长的一个过程 你想让几个交易日就让它消化到位 我觉得是恐怕不是那么简单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我们讲到的前期相对来讲 指数和做多的题材这方面是有一些错位的 就是指数方面调整得很充分 但是在指数调整创新力的过程当中 就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 题材很活跃 对 很活跃 题材很活跃 对 所以现在就进入一个相对共振 就是因为你这个题材对情绪的影响 杀伤力其实是来得比较大的 我们讲有这么多的跌停板 这么多的大中阴线 而且是一个连续的一个调整 所以对指数呢 我觉得也会产生一定的压制 那么同时呢 对其他的一些品种 如果它没有比较强烈的逻辑背景的话呢 不是说它超跌没涨 它就会反弹 相反 它也会被带下来 对 它也会受到 总体市场情绪的影响 那么这些这个杀跌过程当中的品种呢 其实有很多品种是套在高位的 套在高位出不来 也就没有有生的一些力量 去积极地去进行一些抄抵押 或者是补仓这里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情绪的消化 情绪的影响呢 恐怕还是有个过程 好 就是在情绪退潮的过程 当中其实即使前面涨幅不大的品种 它也可能受到影响 对 是吧 好 那今天还是有一些相对逆势强的方向 你看刚才说到一个是像医药商业 燃气 还有存储芯片 我们来看一下存储 存储板块呢今天呢 倒是在板块指示上有一个小新高 1.46%的涨幅 然后也有相关的品种能够创出阶段性的新高 然后呢在半导体方向我们看一下吧 0.06%的涨幅至少它是个横盘运行 还是在中芯国际大跌的情况之下 那人工智能方面 今天呢是一个缩量下跌 0.91% 减速器我们看一下就机器人这个方向上周活跃过两天 之后也是出现了调整 然后再除了这两个方向之外 汽车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像赛利斯 已经是今天8.43%的跌幅了 然后除了赛利斯之外的之前的这一波的龙头欧飞光 就消费电子方向的 今天是小跌 但是我们看一下消费电子的板块 微幅上涨 0.39%就是有风化 所以吴海伦跟我们来说也说 今天活跃过的 医药商业燃气存储芯片 甚至你像消费电子 其实今天也是红盘的 对吧 是不是有一些机会在里边 对 我觉得实际上现在一个 最大的一个就是风化 就现在实际上能讲逻辑的板块 还蛮多的 但是呢就是 现在调的最明显的肯定是那些高标 因为实际上 基本上我们现在各个行业的 全期领长的一些高标 都在轮番的下跌 但是你说整个板块就 演气息鼓或修整了 我觉得这种情绪实际上到下周 我觉得就有可能就会去做修复 那么从今天领长的那些东西来看 比方说像那个存储芯片 存储芯片 大家都知道逻辑一定是在的 因为存储芯片实际上现在三个逻辑 一个涨价的逻辑 现在价格实际上一直在往上涨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下游需求旺盛 有下游消费电子 大家需求上来了 第三个就是国产化力的提升 所以它三个逻辑一直在 但是问题在哪里的 就是这个逻辑实际上今年上半年 已经开始演绎了 就是它的产品的价格还在跌的时候 已经开始演绎了 底部实际上在很早 然后就是太多的资金去打提前量 那么现在逻辑还在 但是我们看到存储芯片 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它不连续不持续 就是基本上你看到了个股 比方说一两根大阳线以后 它可以给你横 或可以给你震很长的时间 就是说你一旦看见大涨追进去 不好意思套你几天 但是一旦如果横了几天 你把它忘记了 突然每一天又开始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些板块的一些特点 然后其他的一些临长的一些 比方说像蓝气这些我觉得应该持续性都不够 那可能还是在于市场没有热点的时候 然后现在天气又转凉了 然后可能过一段时间北方的供暖季就要来了 暖气的价格又要这个有这种预期的涨价 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更多是市场在这个其他的热点的题材退潮的时候 一些去做的一些过渡 但是我觉得连续性可能都不会太好 包括消费电子实际上也是 消费电子大家实际上可以看 就是说高的那些 特别高的那些 然后时间特别长的那些实际上有退潮 但是昨天退潮以后 我们看今天就有一部分去做修复了 比方说我们今天的那个折叠平的 经验合计 对 个股 对吧 然后你去看做那个钛合金的个股 实际上今天都有些还是中央线修复 我看也有创新高的都有 就它里面的分化还是特别特别的厉害 那我就我个人并不觉得 就是比方说像消费电子这些板块 就是直接到头结束了 我前期也讲过 这个时间我觉得应该会延续的比较长 因为毕竟现在下游复述的程度很快 但是的的确确有些高标 涨的时间非常长了 幅度也非常大 那你中间进行一次 这种情绪快速的释放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的 但是我们看到有其他的一些品种 它到后面逐渐逐渐修复开来 我这个放在现在当下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分化的一种格局 我想就说一下 正好吴海融提到这个分化 我觉得说的就是非常对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 就是大家会有这种感受 就是你真正的想要再看到板块效应 然后因为这个股票涨 你就非常好的 能够选到同一个板块的其他的品种 然后都会有很好的这种收益 确实都很难 就即使今天汽车 你像赛利斯块跌停 其实下午还能拉一个海马汽车 把它拉到涨停板上去 即使券商 你会发现说 整个这个券商在涨完了之后 一直震荡吧 但是你看今天像方正证券 对吧 其实在盘中是打过涨停的 消费电子汽车 它就是个分化 那这个分化我们怎么去应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很关键 我觉得现在对大家 好像找个股的机会 越来越难 对吧 就是越来越难得 你怎么能够提前地捕捉到这个讯息 然后你还能有先手优势 有好的位置 然后能能尽快地提高自己的仓位 陈老师的一个有没有好的办法呢 现在 总体上来讲 从我个人来讲 当然在目前的市道 操作难度是偏大了 其实讲到刚刚讲到的市场当中 有一些独立的 或者是辨识度比较高 就是板块也都调整了 大盘也又是在一个消化修整 那么呢 板块当中往往它会有一个 或者是不会超过一两个吧 就是所谓的活口 就是给你这个板块延续一定的热度 是有的 就你看 就以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一些调整的一些品种 其实还是有做多的 芯片半导体 存储芯片这两天也还是比较强 是吧 市场当中是存在这种现象的 但这就是我们讲的 这是小众化的 小概率的事件 那你要去抓 你要去做 对于一些看盘能力比较强 操作能力比较强的朋友 有些可以去把握 但从我个人来讲 我们还是做这些 相对确定性比较高的 市场主流资金 推动的一些品种 个别的单打独斗的品种 把握难度确实是很大 而且你盘中的这种操作 跟踪 决策策的这种执行力 也要非常的到位 你的意思就是说 比较确定的一轮大周期 就像前面的那一波 尤其是火跃资金打的那一波周期 那是确定的 其实大家就做 然后你现在看不清楚了 对吧 你就不如就先等等看 是这个意思 这是一种思路 就是是你风格的 在你的风口上的你就做 不是就休息 还有一种可能是这种 你看这个网友说的 持股不动才是王道 就是你越动越挫 不如你就是持股不动 一会儿回来再来看看 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 也来听听吴海荣 有怎样好的操作建议 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请出的是陈伟 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 陈伟你好 好的 您好主持人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我是陈伟 今天的上证指数 再次探底回升 保持了一个高位盘整的形态 技术面下周依然值得我们期待 好 赶在周末到来之前 我就赶快给大家带来最新的 围绕下一周投资机会的梳理 朋友们用手机微信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一份低价科技股的选股思路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 即将到来的存储芯片 新的产业周期的投资机会 大家有没有听说呀 最近三星公司计划上调 它的NAND FLUSH芯片的报价 大约10%到20% 甚至还有计划 在明年的一二季度 进一步上调 大约也是20% 好 最近很多 生产存储芯片的龙头厂商 要么是提价 要么是减产 这种现象将有利于 全世界相关芯片价格的提升 也有助于提升 我们国产厂商的利润水平 尤其是近年以来 像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 中国汽车产业的高速出口 都对存储芯片提出了大量的需求 因此市场人士认为呀 整个存储芯片 是否已经站在了 新的成长的风口了呢 好 我们请看 当前的相关公司的盈利表现 首先龙头三星公司 第三季度营业利润 已经比二季度增长262% SK海力士在三季度 也是恢复了盈利 美光科技达到了40亿左右的营收 也超出了之前的市场预期 所以龙头公司 营收和利润不断改善 是否已经为我们带来了 新的产业周期机会呢 要知道 之前的好几年时间 每一次存储芯片的产业周期 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市场潜力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之前的2012年 内轮整个存储芯片板块涨幅 达280% 2016年那次上涨286% 2020年那次上涨了175% 而这一次啊 我们又看到 经过两三年的调整之后 存储芯片出现了 集中的减产和提价行为 甚至部分龙头公司 他们的营收和利润 已经是明显的改善 那我们国立的相关公司 是否又站在一个 新的上升趋势的起点了呢 带着这样的一个疑问 关注科技 关注下一周投资机会的朋友们 在今天晚上都可以用手机 微信 扫描屏幕上风的二维码 领取我们最新的资料 叫做存储芯片涨价 受益的潜力股名单 我们希望整个行业的好转 能够让我们国立的相关公司的股价 持续回到上升的通道 好 如果您有需要的话 赶快用手机微信扫码来领取它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近期啊 其实已经有一些 具备存储芯片公司的概念股 大幅上涨了 比如说万润科技 它之前呢 还是一家软件科技的公司 但是最近两年开始切入到 存储芯片的相关业务 今年以来被市场挖掘 股价延续震荡上行 总体涨幅已达400%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案例 叫做金太阳 它是最近两年 开始介入到大规模存算 一体芯片及设备的制造商 也是从第一位开始 连续上涨至280% 从这两个案例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最近两年时间 存储芯片是非常容易 吸引市场资金关注 并且认可的方向 如果您是换赛道 加入其中的话 那么股价甚至有可能出现 其中的大场现象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还有哪些公司也具备相似的基本面 既是行业细分浓头 又是从第一位开始启动 甚至这两天时间 已经有资金抢除的公司呢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专业工作 就是将这个方向的相关案例 梳理出来 放在这份资料当中 叫做存储芯片涨价 受益的潜力股名单 大家今天晚上 如果也需要这份名单的话 现在用手机微信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按文字提示进行操作 就可以添加助理 获取这份资料 大家一边扫码领取 一边请看以下几个重点的案例 第一个 深耕闪存领域 好几年的一个股价超跌的方向 最近刚刚完成筑底 进入到反弹周期 本周获得融资净买入超两亿 是两市所有融资资金买入 排行靠前的相关公司 再看第二个案例 低价小市值 高端存储芯片的龙头之一 刚刚完成W型筑底形态 由于暂时没有量能的介入 因此股价还没有往上爆发 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的资金介入 第三个案例 一个国内领先的存储芯片龙头 近期获得上百家机构调研 是所有科技股当中 受调研加速最多的公司之一 股价也是完成相体筑底 以上几家公司 下周表现会如何呢 朋友们现在用手机微信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按文字提示操作添加助理 领取这份资料 存储芯片涨价 受益的潜力股名单 帮助我们挖掘 存储芯片 即将到来的全新周期机会 好 以上就是我最新的分享 感谢收看 每一段历程 都拥有独特的生命力 不跟随 也可疯狂万象 不怀疑 学会欣赏自己 专注 坚持 大增属于自己的故事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明星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做投资要有好顾问 有不懂 问九哥 九方智能投顾数字人 九哥 基于九张证券领域大模型 具备大盘分析 板块挖掘 热点追踪 各股诊断 策略生成 金融百科 事件推理 情绪陪伴 八大核心能力 24小时在线 急问急答 为你提供高效 专业智能的投顾体验 上九方整股APP 投资不绝 问九哥 中国农业银行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故事 好 欢迎回来 低于财经20周年 请感恩回馈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低于财经有看头加APP 现时领取30天的VIP使用权 大咖在线直播点评 捕捉市场新风口 三步买卖指标 皆是个股的强弱区间 规避交易风险 四维度深度整股 看清趋势走向 功能升级 福利升级 体验升级 现在就下载低于财经 有看头加APP 更多惊喜好理赛等着您 接着咱们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的资金面数据 首先来了解一下北向资金 北向资金今天是净流出了 48.64亿 互股通方面流出了33个亿 深股通方面是15.49亿 两融余额方面 这是截止到昨天的 并没有很逗峭 就基本上是一个走平的状态了 再来看一下新股方面 下周一没有新股申购 但是有一支品种上市 观众朋友们 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近期的主线退潮 短期是否要适当的减仓呢 选A的比例达到了62% 选B的38 仓位的情况 大家也可以到 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去了解 你看减仓的比例 真的是大幅度的上升 非常明显 是个情绪的变化 就是我觉得也非常正常 因为大家不知道在这个位置上 可以做多的方向是什么 你一直持有的品种 那是一回事 但是资金主攻的那条 主线是什么 其实现在是不清晰的 那接着呢 咱们再来说一下 看看应对这种风化 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操作的思路 或者是操作的策略 吴海人跟我们来说一说吧 现在也是混沌期 你觉得大家要怎么观察 怎么去操作 我们刚才实际上提到了 就是说本周实际上三天 最主要的是前期的主流热点的 快速的退潮期 特别是那些高标股 那么相对其他的一些板块的话呢 实际上还好 就比方说你今天 你如果去看高标是跌的比较惨 你看跌停板是很多 但你去看两次的涨跌加速 似乎还比较均盈 两千多加对两千多加 对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差不多一半一半 所以我觉得就是前几天 应该是这种情绪退潮期最快的 下周的话呢 我觉得应该会有局部性的个股 开始逐渐的修复 那我倒觉得不一定 就是那些板块就结束 但是我觉得高标是跌的比较厉害 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说 就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低位虽然个股也有一些反弹 但是这种超跌反弹的话呢 很快 就比方说昨天也反弹过的 然后光幅 对吧 中间反弹过也 昨天也处在涨幅的前列 今天马上就又回去了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我觉得还是 就是中期逻辑比较顺的那些板块 大家但前提大家一定要在里面做波段 就千万现在大家都知道参与的资金 都是以这种短平块为主 就以前做趋势的资金 大家都知道更多是机构 但是机构现在没有钱 普遍套牢 所以现在参与的资金 大家可能更多对情绪的把握 就特别明显 所以我觉得还是围绕着就前期的消费电子 然后半导体 医药等等几个 当然医药中间更多是创新药 我觉得几个就是核心的一些板块里面 来来回回的做波段 当然我觉得你风篇不高的 你不能看特别高位的个股 我觉得相对的一些 就是你的趋势还在 也有回落 但是回落的不是特别明显 比方又到趋势线附近 我觉得这些应该还是可以去参与 就围绕着几个核心的板块 去不断地做那种高抛低戏 我觉得短线可能 因为我觉得指数反弹应该还没有完 因为节奏上面实际上 不管从反弹的幅度 还是从时间上面应该都不够 所以我觉得就是 更多就是现在一种分化 就如果说你一直做那种高标的 的确现在是非常难的一段 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的 就是适合风格的一段时间都不同 可能这段时间就非常适合你 但有一些时刻的话 可能适合不同的人 这我觉得就是可能有点区别 好 陈老师也来说说 在有看脱加上的月客 主线黑马追踪 其实在行情好的 就是比如说在回落资金 就是相对来说 有比较好操作性的时候 其实肯定课程当中 是给大家来找机会的 但是刚才您也说 其实现在是个情绪的退潮期 那会在课程当中 给大家呈现什么样的内容 我可以讲在本周吧 我们还是比较好的把握到了 这次行情出现的这种调整 也跟大家讲 要这些天要注意回避 甚至在我们的这个月课当中吧 我平常恐怕要讲半个小时 甚至讲一个小时一个课 但在这两天我都很简短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目前这几天的行情当中 没有值得我们去花时间 花精力去盯的品种 在周三那天晚上 我们讲课复盘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 我说天龙作为一个 最辨识度的高标 出现了标志性的震荡调整 其他的基本上你就看不入眼了 我也经常跟大家讲吧 这个所谓落水三千 只取一瓢瓶 市场五千多家股票 每天值得你做的品种 真的其实很少 如果又进入这种主线 快速的转换退潮 撒跌震荡的时候 对于我们来讲 最好的策略就是管住手 你就是不要交易 不要操作了 你也不要去选 你只要去选 你就容易被诱惑 对吧 你就不要选了 对吧 那个所谓的小中化的个别的 那个非常独立的那些品种 说实话 确定性对于我们来讲并不高 所以还是这样讲 做我们最熟悉 最拿手 最有确定性的机会 很多朋友在课当中 有的时候也会问我 陈老师 你像那个板块 今天板块效应很好 甚至也有不少涨停的 为什么你今天就不点评它们呢 也不知道当中去 选取跟踪的这些品种呢 我就讲的很简单 我说它们不是主线品种 单个交易日的板块效应 不足以引起我们的关注 有的时候我们看地产 有板块效应 当天有好几个涨停 比如券商 有一天 我说我们一概不看 我说你提都不要给我提这个建议 是吧 没用 对吧 就是找最核心 当下关注度最高 资金持续性 关注最好的品种 那么当下就以现在为例 现在又是这样一个阶段 那我们就休息 就等待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策略 等行情绪周期回来了 市场情绪有修复了 大家又敢积极做多了 在一些品种敢于 做出空间 打出持续性的 这种做多的趋势 我觉得我们再来不次 好 就是该休息的时候 也可以适当地休息 对 好 吴海荣最后也给大家说一下 权重这个方向 因为其实这两天 上证武林是比较弱的 主要像平安 然后包括像人寿 其实保险这两天都是有跌的 所以在权重方面 会不会有进一步 拖累市场的风险呢 你怎么去判断 权重实际上中间也是分化 也是分化 就是如果大家可以去看 权重中间的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相对的保险弱 是吧 然后地产也相对比较弱 但是煤炭还行 煤炭 电力等等这些 实际上就相对比较强势 当然相对权重来讲的话 我觉得主要还是跟机构 有很大的关系 北厂如果说一直保持着这种 相对匀速的流出的话 本身对于权重部的影响 实际上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实际上从指数上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跟10月份中下旬 还是有区别 如果那时候 北厂流出相对比较大的话 可能指数就跌幅就比较大了 但是这两天大家也看到 它流出仍然还是比方个 十五十亿的吧 但是指数基本上也就是小跌 就是跌的 惨的是那些高标 热点就跌的比较惨 就对指数上面影响来讲的话 就相对比较有限一点 所以权重中间的话 它中间也有怼仇 也有怼仇 并不是说外资一流出 整个权重就落了 但是无可厚非的是 现在由于参与的资金中间 机构现在的的确确 手中套牢的筹码很多 很多都在赛道 前几年的赛道中间 然后又没有新的资金 那么可能这些品种的话 即使比方说现在 现在一个过渡期 是吧 说低位的品种有反弹 轮到每一天轮到了 但是普遍实际上 都没有什么太强的一些持续性 它更多是一些 可能过渡一天两天 但是我觉得 你要它成为林长的主线 这种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 就是也不太会轻易的 就风格切换 对 我觉得这种风格切换比较难 现在也不太具备这个条件 不管是新的 不管是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